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到第四节 向左晚时间 由刚才三位工人的案例 我们看回比如说农民工的遭遇 或者中国老公现在面对一些情况 那这边有一个挺有趣的问题 审问的Perry 那我也都知道 其实现在在国内 有很多不同来源的一些外资工厂 有港资 有台资 甚至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吉资料是日资 那其实会不会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这三种不同资金乐园的一个 可能是工厂或公司 对待员工的那种 苛刻程度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其实都是没有分别的 外资工厂都是你剥削中国的工人 表面看来呢 好像是会有些欧洲 美资对工人好些 那由港资台资就差些 国内的老板更加差 那表面的现象 但其实如果仔细分析 就不是直接是跟这个 就是那个资本的国家属性是有关系的 反而跟那个企业的规模大小是有关系的 通常企业规模大 或者资本密集的企业呢 他们不只是透过这个剥削工人赚钱 他们有其他方法去赚钱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技术或者管理方面 他们不需要将工人压得太尽 所以他们那些劳工情况相对会好些 那很多可能欧资美资的企业 就是这类型的企业 相对上他们不是好像台资港资 主要是透过利用劳动力的使用来赚钱 那他们的条件好像看上去会稍微好些 另一样东西要看那个工厂是做什么 如果工厂是做一些大的跨国品牌 譬如我们穿鞋的Like Ribble Adidas 这些大品牌因为他们重视那个形象 还有西方这20年有一个很强的消费者运动传统 如果他们被西方的记者发觉了 哪里有血汗工厂 然后如果那间工厂是会弄断工人手指的 或者弄商工人的 其实会影响他们的公司在欧美的消费者 心目中的形象 如果那些工厂是一线生产这些类型的企业 就会表面上的情况稍微好些 但其实那些工厂很多时候都会把真的 压榨性的工序外判出来给另外的工厂 即是有间摩托厂被看到是漂亮的 但其实那些比较骚托压的东西 就在旁边的另外的工厂 这些工厂 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一个大家可以 特别可以留意的一个现象 那另一件事其实我也知道 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 刚才常常说到就是有一些农民工 可能有时候就是说那些农民工 是来自同一个乡下 然后就是他们整班姊妹或者兄弟 出来打工才算 那很多时候你知道的 其实很多时候作为工人 其实对于那个资讯的掌握 其实很不足够 因为基本上可能一天十二个小时 十八个小时 我想除了睡觉去厕所 或者甚至吃饭时间之外 他未必真的接触到外面的一些资讯 那会不会其实有一些研究或观察都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工厂请人的时候 会不会尽量都不会请同一班 就是差不多背景的一些工人交易地 大家互相照应在不同的部门 于是如果一个同乡被人欺负 其他同乡就会一呼百应 结果令到整间工厂 觉得他们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这个Dewise and Rule 分而自知 其实是一些统治者 无论的工厂统治者 或者是一个政治统治者 一个很常用的手段 一定是在工厂里面 是将工人不同的分类方式 有一些可能是四川 有一些可能是河南 可能找些河南管理 就管一些四川工人 令到里面的工人不容易团结起来 这个是很常见的 或者是本地人 外地人 或者将职级分度有不同的差距 这个都是很常用 令到工人不能够团结起来的手法 你刚才说到 其实在刚才那节都说到 有一些工人 可能他自己本身因为 这个劳资斗分 用暴力手段 去杀了一些 譬如说 一些可能是香港老板 或者一些经历 或者是台籍的一些经历 那当然 其实作为这个管理阶层 其实都可能都会知道 我明白到就是说 你其实用这样的手 这个是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 是否有帮助 因为如果你私事私了的话 那当然 对于被人杀了的 无粮子本家来说 是大发人心的 但是反而无需要有工会 不行就杀了他 就是好像我们小时候看合议小说一样 就无需要有一个更加好的制度 最重要是有个游合出来杀了那些坏人 有个刺客杀了一个暴君 如果有个明君就最好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说工会意识 在大陆来说 大部分人 有若无 因为有一个太坏的工会在前头 那些人一听过工会 都已经害怕了 因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全总 就是 其实是包揽了整个工人运动 有些人自己组织工会的时候 就会被 这个 去抓的 因为 已经没有了组织工会的自由 一早就已经没有了 那问题就是说 如果工会意识本身作为一种意识 其实都只不过是说 做一日工就应该有一日合理的报酬 就是这么多 好了 这个如果借用某些人的说法就是说 他是 就是 主观上面 是反对资本主 客观上面是维系资本主 因为你是 拿回公平的工钱 恐怖主义解决不了问题 工会本身都是做这些东西 现在大陆出现的就是一些 如果在外国叫做野猫式的罢工 这个野猫式的罢工在外国 就是 我觉得历史是这样颠倒了 外国的野猫式的罢工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工会的官僚没用了 那些工人就不理他 是自己去罢工 现在就因为没有工会 所以这些不同的工人能不能够形成了工会意识呢 其实是一个对于中国工人的未来的命运 是一个很大的 我觉得是关键 因为如果你连工会意识都没有的时候 就不要说阶级意识了 工会意识是阶级意识最原始的反应 其实工会很简单 我和香港的工运人士是争取了很久 以前我记得我和梁宝林说 不召售工会的人就不用理他 因为他不召售工会 有这样的看法 所以其实那个问题就是 如果 现在的问题就是 第一 如果自发地在生产关系 即是在日常的生活经济里面 会不会有一种工会意识呢 我现在都未必看得到 而再在on top of it 即是在工会意识以外 即是从一个更加抽象的观念 就是说工人一个阶级 他应该为自己阶级去奋斗 这个更加是软的事情 所以现在中国出现一个调诡就是说 中国的失业后备军 其实是在农村那里的 如果农村不出现一个 生产危机不恶化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到一个折制 也 是说农民工回到园居地里 其實很簡單,城市要解決問題就趕走人,就搞定了 他是零散的,就像馬克思那樣說,是一堆馬鈴薯 馬克思就說是農民一堆馬鈴薯,你用個袋帶起他,才能扔死人 其實民工具備這樣的條件 這個也是共產黨非常害怕貢運的原因 我自己看,其實共產黨沒有退路 因為現在的民工潮是將共產黨在80年代 去應付農村人口富裕的鄉鎮企業掃花了 已經沒有鄉鎮企業,因為就變成土地堅平 還是去了所謂工業重鎮那裏集約,用廉價勞工 這個其實是一個,我想發展會很迅速 不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的,是將來的危機 我們討論到這裏,在一會兒我們再見